我终于签了模特经纪公司 天赋知道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 天赋 给我滚出来你 你还是人吗你 你怎么 我倒看看这个奸人是谁 妈妈 姐 妈妈 你听我解释 我你给我闭嘴 妈妈 男人都不喜欢我 出台吗 我说 我问你出不出台 上门服务马上到 我好 我说 我 把你 不是 第四 第四 我也是 第四 别走 你不能白了 你把我当什么 想让我来就来 想让我来就来 我走就走 请你记住我的名字 不关键 我真是疯了 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干嘛 这下好吧 第一次天儿给了一只鸭子 怎么 昨晚睡了我还想累账啊 你先闭眼我穿个衣服 女人就是麻烦 再给钱 多少钱两千够不够 两千 包一眼两万 两万怎么不去抢啊 怎么 我这样不止两万吗 抓你昨天电话的是我 抓你昨天电话的是我 下次有需要 记得联系我 没有下次 你这次就不要了 你 喂 时间时间好好我马上到 好 苏妈妈一会要去香海国际 试拍香水广告 不过 有话就说了 听说苏妈妈这次试镜的金主 风饼很差 苏妈妈 看来我们可能会有 这次就会有 你看我家一人长的 哎好好好好好 苏小姐哎 衣服很叼了啊 谢谢刘总 苏小姐 你要不要来我的公司啊 我非常来看好你啊 哇 我有天资等你啊 你有男朋友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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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你个小贱人你敢拼我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快给我追 苏外卖 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 哎 过来 您怎么亲自来的 苏妈妈不是您的 我该死 你要是知道她是您的人 就是给我屎 Swiss 我也不敢啊 蘇曼伯 你別不是好歹 这是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到的机会 你以为你个野魔 想出头那么容易吗 不稀罕 别忘了 我们可是签讯了合同 你不履行合约 是要付违约金的 你故意的 是又怎样 现在跟我走还来得及 我不去 你干什么 我放你放一道 我不去你干什么放一道 小子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如果是不能 怎么 光电话是去场打人吗 哦你快走吧 你没有什么冲我来 不关他的事 我们有合同 是他违约在先 付了违约金才能走 多少钱 一百万 我还以为多少 赵号 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那就打我昨天的账户吧 但是能不能再等几天 等我回去把房子卖了 不急 你做这行呢 这么多钱 还行吗 也是 一个晚上两万 十个晚上就够了 你自然做于什么呢 哦 没 没什么 我就是感叹一下我们模特行业的钱 不然 我们做个交易吧 什么交易啊 我就是感叹一下我们模特行业的钱 我就是感叹一下我们模特行业的钱 我这行啊 确实很乱钱 但很难结婚 我父母老催 你 跟我结婚 拼拼个父母 那点钱就算了 和你结婚 是吧 看不上我 哎呦 和鸭子结婚 这一天 头上奶奶都是姑娘 那你 我觉得你挺好的 只是 我有钱 等我回去把房子卖了 那 我先回去筹钱 我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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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很多 你 我这么多年不结婚 到底是为了谁 自从妈走后 爸就抛弃了我 我从十几岁开始 就辛苦的把你拉扯大 这些年 我为了带你 我受尽了多少委屈 可我让你委屈过吗 所以你就吵了我来 妈妈 我和天方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真爱 家里面这么真爱 那我成全你们 妈妈 刚有一个条件 这个房子是我当初贷款买的 我要把它卖 给你们两分时间 让戳头 妈妈 你这是要帮我走啊 你明知道我跟你姐 没什么稳定工作 你这样也太狠行了吧 关我屁事 不行 这房子你不能卖 这些年 我为了过年上学 也没攒下什么钱 你要是把房子卖了 那我们就真的无家可归了 一个男人住着你的房子 口口声声的说爱你 花着你的钱 你觉得这样的男人值得爱吗 风声声声 不行 给我 这套房子 是写在我的名下 你妈别 葱柔柔 妈妈 你还小 以后 会有很多东西的 可是姐姐 只有天赋和这套房子 你就不要跟姐姐抢了 好不好 你听说合约婚姻的事还算数吗 算数 我可以 而且我会尽量还给你的 你可以不去做那个了吗 做什么 我怕你伤心 老婆放心 我说你伤心 我身体疼 你不是是我的 别乱说话 却我不停会怀励的 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失业了吧 你当成生的 我会努力找工作的 你当成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让我看到你搞潜规则那一条 我倒要看看你那个干爹还能够 只要我在华与这个国 就没用于说话 顾怀姐 我就不信 你没有软肋 喂 帮我办件事 什么 你嫁给了一只鸭子 什么 你嫁给了一只鸭子 顾买买 你小点声 算了 我经历过那车之后 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我这也没什么好说 对啊 你不是说 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什么消息啊 哎呀 也不算了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人 他回国了 太好了 你们不是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吗 而且你也一直喜欢他 那你还懂什么 跟你去表白吧 娃娃亲 他都是我爷爷那边定下的 也不知道 人家现在还记不记得 万一他现在有女朋友 我找过去 是不是很尴尬 你刚刚说 那家公司叫什么 华语国际 这么巧 华语通知我去面试 太棒了 我就知道 我们漫漫就是一个拿了大女主剧本的人 我还要谢谢你这张开过关的嘴呢 你好我想问一下 在哪里面是 还没钱 谢谢你 顾总 苏漫漫你要亲自去面一下吗 不用你面就行了 别让他那么容易通过 免得给气息 好 徐万和 你这种人渣怎么会生出这么单纯的女儿 苏小姐 听说你之前已经签了经纪公司 还跟经纪公司毁了约 把他们耍的 是这样的 我跟他们没有达成协议 而且我已经支付了违约金 你也知道 我们华语是当今数一数二的摩托公司 对这些也有相关的要求 你做好准备了吗 那 苏小姐先回去把握到我们通知 苏漫漫 你怎么来了 我也来华语协议 你也来面试 是吗 你是觉得我身材不好 我不我不 不是 跟开玩笑的 不好误过 怎么看起来心里吗 我都不许 你说 这行是不是都搞清楚了 谁叫我们最大的资本就是身材和脸 连你也怎么知道 如果你不行 你没人敢逼你 你现在是我法律上的妻子 我可以 那我还是回家卖房 怎么脸这么臭 别管我 我 你 你 你在做什么 这是我家的东西 这房子已经卖了 重新装修呢 我的房子卖了 我怎么不知道 哎 哎 你站住 站住 先别急 打电话问问情况 怎么了 两个都打不通 我帮你连律师吧 随便为别人房子推 房子虽然是我花钱买的 但写的是我姐的 没事我那钱又不用你管 你没房子住可以住我家 定会找到他们两个 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我就气死我了 我妈 我有很多人 我 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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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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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醒了 嗯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我是孙范范 孙范范 想起来了吗 医生 他为什么不记得我 他头部受到无双肌 看起来应该是失忆吧 失忆 那不是电视剧里才会有的吗 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啊 从片子上看来是八九那时吧 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这个不好说 可能很快 也可能 永远都恢复不了 啊 抱歉苏小姐 肇事车辆是两套牌车 我们会全力搜捕 还有 目前我们没有接到类似的学员信息 有消息 也及时通知你 有消息 酒店的人也不成为你去旁边的人 我该怎么找到你的家人 医药费也是我拿信用卡刷的 我记得 那你记得 我记得 我们时间 有债务 我们 就 那是人事 你认识我吗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 特殊 许多是谁 难道你是 难道你是 你之前不是也去华语面试来着吗 嗯 怎么了 怪了 好头疼 我怎么跟现在的他解释我的关系 他和我结婚就是为了骗家人 现在家人也找不到 应该 不需要继续旅行和约夫妻了吧 我们是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啊 看到你救了我的份上 在你找到家人之前 就先坐在我这里吧 不过 我养不自己都费劲 等你好了 那还是可以找份工作 好 我会做什么呀 我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你之前是做押 押 押 押什么 押 运 员 押运员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银行押送纸币的 保安 我原来是做保安的呀 不知道现在的他能不能接受自己曾经是做押的 他这个样子 应该做不了那个吧 做不了银行 什么 被人救了 他最近好像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什么女人 这是他的资料 苏曼 还是个模特 看他们样子 挺亲密的 为什么会突然对这个女人感兴趣 这不像是他顾怀剑的风格 不过这个女人 倒有可能符合干爹的喜好 他真的被适应了吗 是的 我跟中苏曼曼的时候 听到医生说的 老机会 处理感情 是 警察一十八回也找不到照片照亮 你手机也坏了 家人也找不到 那这段时间 你就站住在我这里吧 哎 哎 你一个人住啊那不然啊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你受伤我吃沙发 好不用不好意思 有脱鞋吗 有 谢谢 我这边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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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睡得这么小啊 这还能 我要离婚 刚好结婚了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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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 呃啊啊啊啊 ah 你带我做了什么 是你一直在摸我啊 我昨天我又会上个是沙发 难道我梦游 又跑床上去吗 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吗 不然呢 可你为什么对我的身体 是这么熟悉啊 你胡说 是你一直在摸我 怎么可能 就是这样 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你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没有 可能是做梦吧 今晚还是我先睡沙发吧 还算是梦 怎么办了 要疯了 到底怎么帮他找到家人啊 身份证补办还需要时间 你和他结婚 你不知道他的家人吗 你骗人 什么时候骗人了 明明是我老婆 为什么跟我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们本来就是普通朋友 那结婚当什么回事 这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你为什么不想承认呢 难道是因为我失忆了 你才不爱我呢 我们本来就是索约夫妻 结婚也是因为你说要拼命家里人 但是你失忆了连家里人都找不到 那还骗什么吗 为什么骗我家人 因为我怎么知道呀 我怎么知道呀 这个先拿着用吧 这里面第一个号是我的地方号 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没事的话 你也去找点工作 好 别怪我放心 我知道我还甜蜜蜜 只是我也没关系 喂 华语的富士 只是让你做个事 你就这么开玩 那当然 我本来以为没戏了 谁知道 不会录着 收留你 算是做好事 行好运了 哎 华语这个公司 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 很厉害的 那当然 华语可是手去一指的大模特公司 只要进入华语 那一直讲了 相当于迈入模特行列了 只是 不知道这不是要考虚 模特行列 无非就是考形体 舞蹈 模特技巧 口试这些 但最主要的是你要自信 你的眼神 一定要展现出你的灵魂 你怎么懂这么多 懂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成年当过男模 男模 我还当过男模呢 他会不会联想到 自己曾经是鸭子的精 我是说 你这个身材 不当男模 行 那你帮我看看 我这样 对不对 下巴抬高一点 眼神 自信 还有你的腰 也挺起来 需要 来 去 吧 兄弟 我 我 原本 无学 不 理想 专门 对 我 在 他 宜 的 他 叫 nic 我一天不运动 我就浑身难受啊 这经历真不是一般的好 怪不得能当鸭子 看来失忆也不全是件坏事 至少让他从凉了 走了 你忙着眼睛了 你要干吗 回来了 老婆 你以为我要亲你吗 没有 我们只是合约夫妻 再亲我 都承拔你 承拔我什么 承拔你做优越的 你 你 再听就承拔你睡一 一个月的地板 今年的家务 和地板我全都 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亲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小飞 特别帅 那就没有人跟我竞争了 这里 身边是模特 还身边是总裁夫人 进入华语 是成为总裁夫人的第一步 消息也太落伍了吧 听说 华语最近换总裁了 现在是另一个总裁 而且 这个没之前那个帅 怪 他是谁呢 有钱不就行了 模特 是青春发 像我们这样的 这就是为了提高曝光率 然后 嫁给有钱人嘛 这个应该就是 云云那个刚为国的未婚夫吧 可能受我比较肤浅了 我只想赚钱 他总裁是谁 我就喜欢这样的 于小飞苏漫漫 我是小飞 程总你好 我是苏漫漫 是这样啊 咱们假设现在 有一场大新的时装秀 麻烦两位展示一下吧 大新的时装秀是不如像 好 我被录取了 那我呢 你被淘汰了 为什么 书小姐 欢迎加入 华语大家庆 谢谢程总 都结婚了还出来勾引总裁 超不要力 看怎么看 你知道 你为什么没有被录取呢 你就是我 没有对总裁发疯了 如果连大型服装秀 博特不能微笑都不知道的话 我劝你还是改喊吧 你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 你不是问你伤了 考核室里面都有监控 我们的表现都被记录着 我劝你们还是谨言盛行吧 看来他不光长得漂亮啊 还是银毛一张 我喜欢你 你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找工作啊 现在不得走 找到了吗 你 在哪 98 我又是那种模糊 我以前经常去那种地方吗 也不是 我又不想让我去 你因为还有一天 那我先去了 那你注意安全啊 哎 你怎么样 别急 太好了 你有见到他吗 见到了 副师傅的时候是他面试的我 怎么样 是不是很善 欢迎加入 华语大家庭 还好吧 不过 你说找个总裁当老公 会不会睡得不踏实啊 而且我今天看到 永超和朋友 如果是一般人呢 确实要担心 不过 我家事颜值都不差 又跟他订过娃娃亲 一般女人 我一点都不方便 因为日清的女人 最有美丽 我妈妈最好了 哎 快跟我说说你跟那个鸭子接上的故事吧 他 失忆了 啊 那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这哪里好了 我们本来就是合约夫妻 他现在 除了我 连家人都不值得 一个男人 他的世界只有你 怎么感觉也好浪漫呢 而且 他以前干那个 现在只一心一伺候你 怎么感觉也很棒啊 哎 那个鸭子先生的技巧一定很好吧 哎 这你都能开车 快跟我说说 快跟我说说 没有 最近没有 那就是以前有 老婆 什么时候回家 哎呀 小鸭子好黏人呢 discussed 不管你归车了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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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下吧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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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下吧 上了多少 不会是两万吗 两万 我以前能赚这么多吧 他今天才给我二百 二百 那你的酒吧干什么 搬皮有香 搬了也就二百代香吧 你要是不去工作的话也可以 我可以养你 那怎么行 我可是不养你 不管你信不信啊 我们真的是合约死去 我之前欠你钱 所以就算你不去工作 我养你也是应该的 谢谢 我没那么矫情 你是不是又看什么八卦走路了 我听那个女明星说 虾一定要老公过才吃 你要是闲得无聊 找点事干 别让我看那些东西 我还在外网 给你找了一些模特资料 我 这些 你们都看得到 没有 已经看不见 现在鸭子的专业水水都这么高 是不是还要考虑呢 妈妈 妈妈你今天真好看 妈妈你今天真好看 哎妈妈这群子怎么破了 谁弄的呀 怎么 成总 怎么弄的这是 这是我的房卡 求我房间换 这 放心 房间没人 谢谢成总 来我赶紧 这挺浪漫的 哎 你是华语新来的模特 是 嗯 你要干什么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有多少女孩想爬上我的床 你我不想知道 徐总 徐总 抱歉 他不知道怎么就闯了进来 回机 徐总 大家救护车了 关注 啊 在玉佩 她是我的女儿 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就办不明白呢你们 非着我一直教你们 我告诉你啊 再说不解决了你多滚蛋啊 咋弄的事 咋弄的事啊 哎呀 哎呀 都是你干的好事 哎呀 说苏漫漫的小娘们儿只要你不康幸啊 我这就别说人 二叔漫漫 你知道她是谁吗 谁呀 她是我和前妻生的小女儿 她是我和前妻生的小女儿 什么 我这么巧吧 哪儿就是我干妹妹了 干爹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 从她出生 我就没有见过她 要不是这块我送给她的玉佩 还真不知道 那您这伤 是她弄的 是顾白锦 顾白锦 这些手下人说她失忆了 她就这废人啊 难道 她恢复器了 看要我不像 她没有认出我 那还好 看来她还没恢复啊 不管是真是假 她怎么会认识外门 难道 她想利用外门来对付我 你还真别说 真意 一块把它处理掉 不管用什么方法 也会让 你 你想起来什么了吗 没有 对不起啊 今天来的你 你没事就好啊 不过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今天裙子莫名其妙的被划开了 然后总裁让我去她的办公室 慢慢 以后这种公司咱们不去了 好吗 可是我们连房租都快叫不起了 我今天也去银行补办了好几张卡 但还是没钱 她以前一天赚两万 难道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我还摘呢 可能这行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吧 如果我父母还在的话 我和姐姐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 你写的那么对 你就 哎呀 这又不能全怪她 父母离世之后 是姐姐把我养大 所以我买房子都写着她的名字 可是没想到 她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 没事 这不是有我吗 更倒霉的是 我签约的经纪公司 他们让我去费金属 我不愿意 就是我赔一百万个月金 太好 还是挺有钱的呀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上来就让我给你当合约夫妻 让我帮你添家里的父母 不然我就不用还钱了 那我还挺聪明 一百万买一个老婆很值啊 说起来你也救了我好多次了 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我有说过要的 可是 万和 怀景好几天联系不上了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 妈 怀景可能又去国外了吧 我就说他小孩子心性 这样管理公司肯定是不行的 你是不是在公司给他小鞋穿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一心扶持你那个干儿子 妈 盛丰虽然没有刘过学 但是管理公司经验 确实比怀景丰富啊 我国家的产业 还拦不到一个外向人插手 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法 怀景是不可能不到二别的 所以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别瞎想 他可能是不想跟家里联系吧 他之前想带一个女孩回来 我不同意 我跟他说他从小订了娃娃亲 要去端路家的女儿为妻 你说他是不是生我气 不会的 他可能是一生闹脾气 没事的 他不会真的为了那个女孩 连家都不要了吧 等我有钱了 我就给你买一张像这样的吧 买人的座骗人的鬼 现在连房子都还交不起 现在露丝鸡头也挺好的 你你真是乌鸦鼠 干什么 你们是谁想干嘛 想干嘛 你这小妞姿色不错 你别动他 有什么事冲我来 死到临头还是最硬 死口 我来死了 老大 赶紧过来吃东西吧 我们来再吃吧 对呀 你走啊 走 哎呀 走啦 好站住站住就別跑 小路哥我找方形 沒跳 妈呀,我跑不动了 我不会要被打到没有被开药了 没错,我被你 这边有人住,应该安全了 安全了 欢迎主人回家 这人认识吗 好窄啊 小偷是谁让你们来的 我我们不是小偷 是谁 胆敢闯我的私宅 少爷 少爷回来了 少爷五年前 你买下这栋别墅 留下我和我老婆子帮你看家 以后再也没回来了 我 这么有钱吗 老婆婆,那你肯定也是他家人的 少爷 快点进去 快点进去 我 我再也有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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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会想和我一起过这种平淡的生活 你虽然失忆了 但是本刀还在吗 本刀 哎呀 哎呀 你真好脸 明明是大会老 还搁着装小白兔 好吧 现在后悔 可来不及了 姑姑姐姐快点起床了 太阳上屁股了 哎 他小朋友真清楚 昨晚还给咱俩送吃了呢 赶紧 我 快找一找 有没有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啊 我都找过了 没有 不过 有点识别确实是我的脸 怎么这么多女人的衣服 早上好 唐宝爷爷 爷 这里曾经是住过女人吗 回小爷 没有 那我的房间 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的衣服啊 少爷啊 这衣服都是我做的 丑包奶奶 你也太厉害了吧 来 给我来 你看 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做个财富 那个年代呀 都喜欢做衣服穿 少爷你之前发过来的那些 服装杂志 还有这些面料 我看着手就痒痒 所以我就把它都做成了衣服 我 夫人看你的身材 跟模特似的 如果你不嫌弃 那你就穿 哇 这些 都算是高度 你不嫌弱 好 咱们 哎 我看啊 我看到我 这是怎么回事 少爷之前你一直按时打钱给我们 早几个月你没打钱给我们 我们正好赶上交物业费 我们没那么多钱呢 要多少 不多 这个物业费加上保护费 就个十几万算上利息吧 2020万啊 20万 这两个别墅比我们租房子还要贵 哼 四个是不小啊你啊 你说这个钱就可能有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不明 保护费不是什么物丑费 你要这个费用有什么文件吗 你所在的物业公司叫什么 我这个钱也得交的清清 什么文件不文件 这一件老子说哪算 说你是抢劫的 你就是抢劫的 说你是人贩子 对你就是人贩子 这里临海城主城去 你怎么敢这么无法 老子有什么物的 这话真多 不安全是吧 你给我给我上 你敢打老子的呀 你敢打老子 我妈 不想当个自爷的手 你老子等着 等 等着 等 等着 丑毛爷爷奶奶 他们这么欺负人 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呢 他说他妈背后有人 我又看不到少爷你 我们没交钱 也理亏 我有办法 你们照我说的做 接上去 丑毛爷爷 这是我跟你要的东西 这点少爷 打款人怎么会是华语集团 里面都有什么呀 什么 就是一些票据什么的 我和华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不管了 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吧 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想问了 这个别墅看起来也不便宜 我原来是个亿万富翁吧 也许我就是个保安 让老人家替人家看家的 也是 你要是亿万富翁 也不会去做 做什么 没什么 我去围城堡玩 好 少爷 这是你留下的 背影机 许特助 顾总 您在哪儿呢 顾总 您在哪儿呢 你是 顾总 您再不回来 华语就要改姓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您忘了您的计划了吗 接接苏曼曼 安保 徐总和陈副总 如果找回回忆这一些就会消失 那还不如什么都知道吗 老婆 你对我的喜欢是不是太过于明显了 再不出来 我可要进去了 我怕你 到时候会有几色 Plaza 平均 我有什么别的 一晚上两晚要是恢复自己的 是要我就全会过 我的便宜 真明显 不管了 放弃离开 喂云月 我不在家 云月回去 什么事 我闺蜜让我帮她做点事情 让她搬到 什么事啊 帮她追华语的总裁 她为什么不自己去追啊 好面儿呗 她想让我认识总裁之后 给她制造机会 那 万一总裁喜欢上你怎么办 怎么可能 她是附加千金 而且和总裁又有婚约 或者是个平平均女孩 纯粹怎么才瞎了才能看上 那我倒是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负面 怎么笑得中傻子一样 说谁傻子 老婆 你要这么说我可要成本 你又要跟上 哎 你家那口子吗 你说她想留在别处 她不会打算在那常住了吧 没有 她就在那找找信 你说你家那口子失忆之后啊 还从凉了 从鸭子 变成了五好青天 还真是蛮有戏剧性的啊 我认 你下回信到她 就别再提鸭子的事 我认识 你想不起来这一天我认 竟然找的是鸭子 好 知道你们感情好了 不过 你可千万得留个心眼啊 他当做鸭子的人底线都低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好呢 我知道了 我不是傻 你忘了那个渣男犯天宿了 别跟我提那个渣 对 宁愿孤独中了 也不找渣男 嗯 对 说这件事 我最近又怀孕请了几天假 你的乌封夫 再过来看她的网友 没事 你记得就好 圆圆 我跟她约好了去买点东西就行 哎 看你这小媳妇的样子 果然是恋爱中的女人不一样哦 你再胡说 不帮你了 哎妈妈妈 我错了 走了 你要怎么样 能等到花了些 还行 不过这些不巧啊 你又没能进来 嗯 你要怎么样啊 开心啊 我闺蜜可是副驾千斤 不白闹门大肠口 嗯 不过不巧 你们没有见面 嗯 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可别流鼻血 那还真是可 你想干嘛呀 看来 防火防盗防闺闺蜜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我改主意了 我想让你不叫 哎 真小事吗 男人都是大主题 哇 开玩笑的 真的 我怕是 我以后除了苏漫漫的女仪之外 我逗我这 哎好好好 你可别乱发誓 那你还不能像别的女人 谢谢 你 说漫发 好啊 你给我分开之后这么即可 找个鸭子结婚 什么样 不 可以 半天 我之前沒報警已經放過你一次 如果再找事 我可不輕易放過 好啊 你報警啊 我對我看看警察說還抓我 還抓這個鴨子 你瞎說什麼 我瞎說 你跟端莫銀在咖啡廳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之前是 你之前是這個鴨 鴨 鴨 我是做鴨頭 我和他真的不是夫妻 你有病啊 他有神經病 我們別理他走 你這小劑你 走 那就天啊 不 我剛說宣戀才會看上你 賣了我的房子拿了我的錢 現在錢花光了又過來找我 你們還要聯盟嗎 快生了 你們姐妹一程去照顧照顧他 看什麼看 關 你敢打我啊 你等著小劍 以後有你好休的 等著 說的都是真的 沒有 你說我們是普通朋友 你想幫我找到家人 都是因為行氣有髒嗎 你不要瞎想 那些都過去了 所以他說的都是真的 那天 我看到飯店夫和我姐在一起 天天也不好 在酒店喝了很多酒 看到有笑卡片我就打個手 我又來了 所以我原來就是做鴨子 怪不得我都亡片不家人 所以我根本就不是什麼故事 我就是一隻鴨子 所以我曾經的金錢和地位 都是被包養來的 難道 你那些就是不養我的呀 你那些都不重要 你還真的好啊 你小的 我姐 以前做的那麼開心 現在咋還委屈什麼 你那些都不重要 喂 我是蘇媽媽小姐嗎 我是鳳哥的陸明哥 是 華語的對手公司 鳳哥嗎 對 蘇小姐 最近有時間嗎 我們可以面聊一下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 怪不得我对床这么久 原来是当鸭屎 会吗 你怎么不去床上睡啊 其实啊 失忆了其实也挺好的 忘掉过去 我们才能够重新开始 我以前的身份 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受吗 一开始 你说要合约婚姻 我确实是拒绝的 但是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所以我不会抛下你 不要你的感 你觉得我们之间经历的这么多 还是恩秦吗 我爱你 我好爱 好爱好爱 baby you are my light 你点亮我的爱 I'm a shy 你却住最一段海的电话在 baby you are my light 你点亮我多 我告诉你的好消息 我们上位在别墅拍的照片 找了十几万的粉丝了 真的吗 这都是一个 但是为了留住粉丝 我们还不停的熟 我这就是这 这 我这 烟花在盛开 我还有一个小型的 你知道没什么 你还不停的 想着 我这都不是我给你收集了 我这就没有 咱們出去拍兩張片 喲 這不是我那老同學蘇曼曼嗎 這不是我的老同學蘇曼曼嗎 這是不熟 聽說你在當模特兒 不會告訴我 你現在是在拍一個夜照的 請你別影響我工作 工作 你們老闆就給你穿這些破爛 看起來怎麼那麼像垃圾 你管我穿什麼呢 山巾還想變鳳凰 真是搞笑 下棋不就是當年在校花大賽上 輸給了我 我至於計算到現在嗎 你說誰說給你 我現在可是當紅明星 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拿什麼跟我比 也是 拍了一百多部電影 就是現在掃黃 不讓播了 笑什麼笑 再想扣一天的工錢 其實啊 我當不當明星都無所謂 我老公有的是一錢 不像你現在還是個小野魔呢吧 你老公有錢關我什麼事啊 還是這麼死要面子啊 過幾天我會舉辦一個晚宴 招請一些老同學跟社會民流 你一定要來啊 看在老同學的份上 我說我老公給你介紹個司機好了 不要我有老公 要 結婚了 你老公誰啊 反正比你老公帥 比你老公有錢 行 那過兩天 把你老公一起帶來 該不會就是你旁邊這位小助理吧 不是 怎麼就脫口而出了 這甘心的休息 要是被我們發現你說法啊 是要接受懲罰了 曼曼 你不喜歡跟別人說我是你老公嗎 不是 只是不想被他羞辱 那你說你老公很有錢 兩年後我 你可不可以這兩天學一下有錢 你 可我沒有錢 哎呀拜託拜託就這兩天學一下嗎 我不想自欺欺人 哎呀求求你了拜託 不要 你不幫我就算了我找別人幫我 對 哎你等等我啊 假的 這個就是我們學校的校花 怎麼樣 有我美嗎 當然是有美期間最美 有我美嗎 有我美嗎 今天我就讓你們看看 我們的笑話到底有多美 啊多美 真好看 你說的對 我不應該那麼虛擁 現在的我已經跟以前的我不一樣了 我不怕他們 孫小姐你來了 你是 鳳哥的陸明哥 之前和蘇小姐連續過 陸總你來這兒幹什麼 因為你拒絕和我見面 所以我只好向別人打招 聽說你今天要來參加宴會 所以我就天天在這兒等著了 那陸總找我有什麼事嗎 是的 你打算跳槽嗎 我近期沒有這個打算 我們和黃宇比各方面都不差 而且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潛規則 謝謝陸總 我最近真的沒有打算 我先進去了 聽說那你來 你還真的敢來 那個陸總有請我老公呢 他去衛生間了 我就知道你就吹你了 怎麼樣 準備好進去懲罰了嗎 那我想想 你是脫衣服刺激的嗎 你身後不要臉刺激啊 這人啊 這就想跑了 如信你剛好開始的 不然 嗯 這是你老公 我該怎麼回答 老天就說一次話可以嗎 就一次 阿曼不好意思 我來晚了 阿曼 到底哪个是你老公 这位是我的老公 这位是凤哥的总裁 陆明哥 你老公是 他们俩是朋友 你觉得 不可能 就你这种眼眸 还能找到总裁老公 我不信 我的老公你既然已经见到了 那我就走了 急什么 里面正在玩有钱 你们三位 怎么不想参加了 可以行吗 这种当然可以 亲爱的 这些酒怎么样 好喝吗 这些酒啊 这是 我这么多年的珍藏 今天你要是错过 这一辈子 都喝不到 真好酒 那你这些人 怎么可以跟着女比呢 哎 苏漫漫 你老公不是有钱人吗 让他也瓶瓶酒 乱家看看 糟了 怀情在家都没怎么喝过葡萄酒 你确定 这酒是给人喝的 你什么意思 你确定这里面是酒 我不是一定要喝的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质疑我老公买了假酒是吗 我拜托你看清楚 这些 可都是我老公从世界各地送我过来的 哪来的穷鬼啊 什么都不懂 还在我这儿搬门弄苦 你说不懂就不懂 那万一是你们不懂呢 哎呀 那你是在 质疑我呀 我倒是是一位 海城的顶级品酒大师 钟 你 他就住在这个酒店 我把他转过来 不行 其实 那后 风景上是一个很高的品酒大师 钟 你 没错 钟老师 麻烦来一趟888房间 等钟老师过来 这有没有 啊 我们先走啊 我知道你想替我报仇吧 但是一会儿 这个苹果师来了 我们就爆馅了 赶紧走吧 再好好待着 抱歉 这次慢慢 你不是怕一会儿丢人 所以赶紧闪了吧 你老公是这样子啊 酸吗 长得还不错 但是肯定是个穷人 有钱人啊 才不会看上你这种穷女人呢 我们有钱也不乱花 就玩就玩 气死你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嫁给有钱人呢 愿赌服收 接受惩罚吧 是把自己化成丑八怪 出去跑几圈呢 还是穿上比基尼 上大街上我吧 啊 服务员 来几瓶上好的酒 你好 要拿几瓶 有年份要求吗 没有什么想喝的吗 来凭82年的老菲吧 因为1982是波尔多的全新年代 那个时候的天气非常符合葡萄的生长 产量也比较稳定 那一年的葡萄酒 口味浓郁 丰呼 是酒中几片 嘿 谁都知道 82年的老菲 那是天家 那是葡萄酒 他不会是昨天晚上零十倍的吧 嗯 这个我得看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要1990 2005 2020年的也可以 行了行了 别装强做事了啊 就是随便网上一尝到他就都知道了 有本事的话 你就说说每一种酒都很特别 拿对了有奖励吗 就当做我跟苏蔓蔓的赌注 如果你真的是葡萄酒行家 就算我输 老婆 我想要你做的奖励 这里有三个不同年代的酒 2010 2015 2022 有国产的 也有国外的 都是陆总 放在五镇 请各位品尝 如果谁能把正确的顺序和年代都排出来 谁就是行家 陆总 真的 客气了 明哥 肯定会造成 酒夜 外观美丽 嗯 这香气和口味 恰到好处 这是 2010年的 产地 化 夏总 真是行家 这位是著名啤酒大王 钟尼大师 欢迎他入座 那是 我老公 可是吉祥运入法国不藏酒章的人 就不知道 酥脆你的老公 读不懂了 那杯子 被桌上卷 让空气流进去 让氧气 来请不请 这样会充分的散发出 它的香气和味道 这么多 你在味道 每次听你不要这样 请不喝 我味干涩 果味比较濃 这应该是一款很新的酒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国内北方沿海一带 2022年 三公斤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陆总拿国产酒来怦恼我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陆总拿国产酒来怦恼我 苏曼曼 穷人就是穷人 别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这有钱老公 他不是从哪儿穷人员吧 这些是什么东西 难道 真的是国产酒来 这第二位 这个口感还不错 这酒难喝死了啊 这个是2022年的国产啊 这杯一起喝 八二年拉飞 法国 波尔图 瞎说什么啊 都输了没有八二年了 这个应该是2015 一年 家中 夏总就是让我们见了世面啊 佩服佩服 不过 到底是谁赢了呢 我们听听张先生的 很荣幸 和大家 在这里提取 王总是挺久 有独特的见解 不过 今天说的 全队的人 是这位 布先生 不仅年份 坦丽 说对了 而且 你看他 很有的动作 一看 你就是 顶级的康奖 什么 郭先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我老公是比较一种法国葡萄酒店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输 说的是那个 拉美状元 对啊 昨天把他买下了 不好意思 再起 愿不不住 真是长点 好吗 姐姐你别问我 我 我还得跟你们这 嘿 看这位先生 还真是比喻不好呀 因为长片子 这个跟我才行 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钱人 哎呀 这个顾怀酒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钱人 我是苏漫漫的姐夫 苏漫漫为了其他姐 找了个鸭子结婚 所以这个顾怀姐 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钱人 原来是个鸭子啊 怪不得懂酒呢 看来 看来没少在复活圈混吧 哈哈 饭可以乱吃 怕不可以乱说 这位朋友 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 我听苏漫漫亲口说的 还要什么证据 海城的鸭子 不应该这么默默无闻吧 你们谁人卖广 把他照片发回我原就知道 一定有人认识他 苏漫漫 你为了逃避惩罚 还真是什么手段的用上了 连鸭子都顾上了啊 别胡说 还是我老公 你不会是想逃避惩罚吧 对了 今天花姐来了啊 在海城这大大小小的黑黑黑 都有她 花姐 这个人 是不是你手下的鸭子 我本来不想说 我 花姐 那你也看不下去了吧 有些人啊 教授不要脸 打着有钱人的旗号 真不造劲 你 认识我吗 不认识 花姐 看错了 你不认识他不在表上没做过 你是在质疑我的业务能力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样的鸡品要真是做过鸭 那肯定是头牌 海城的头牌我可能不认识吗 可是当初我是打小海地区换画的 如果不是呢 你是怎么会进去 我知道他是谁啊 他是国际著名的实战设计的代理库 听说青春青年才会准备成金华交产 是迷赴棋子的顶级复衡 什么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 这会就是人事 所以我不认识 别看 你干起 愿赌服输 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习伴们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丢礼 别动 提前倒的某一车 不比你老要糟的 厉害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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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 老婆 请上车 这是海城的第一次库吧 啊走了 谢谢红酒啊 哈哈哈 哎气死我了 你凭什么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婆 你也太厉害了 你也太厉害了 我说话说你和那个单温故长的真的很像 不是这儿就穿宝子吓死我了 可能连老天爷都想帮我们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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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我来玩啊 幸福我来了 要不然我老婆都被人想过我 哪有 今天没有生日来 一成花的 又是我了 那天哪 这本路民伯托是干什么的 他想挖我我没同意 但是 我也不想跟华语干了 我们三个好不好 等你解决了 喂 交房租 看完了 这个地团房租还没准备好 没事 我有 我还没准备好 那我也不能 咱俩还差什么 哎 小姑娘你怎么回事啊 你说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给我打过来马上打过来 哎脑 这都多少时间了 你把我的钱打到外太空去了呀啊 可不可以再宽限去 你要拖我房租呀 不是 还有重了 我bstесь 我 roulette 我都不可以了 要我把你拖延了 也不是 你又把他拖延了 你 observa 你又把你拖延了 我把你拖延了 说人家的拖延了 你肯定有心 搞什么 你不要扣延了 还不要扣延了 你还想想想扣延了 我还想扣延啊 我 trivial 不行不行啊 不行你现在你俩都是东西吧 大管出我家里去 没有我做主 这是个小伙子上刀 跟我回家了走啊你 我走回家了快点啊 快点一下 我去年就回了 你感谢你啊 你打走开呀 不快点你 私心不开 我给你 给你敢出来试试 让我抓到你的死境了 我听不得出 慢慢 慢慢停下 你等等我马上就好啊 我先把你走 嗯 嗯 小姑娘 你又跟过来干什么呀 啊我这是干活的 出来帮忙就是啊啊 干好了我真的要吃饭 你以为我教你这肌肉男能做什么呀 我我先不帮你等 小姑娘那干活的是跑费的 哦等酒的吧 还好 没想到你这么在乎 才没有 才说没有啊你都追过来了 吴华姐 你要答应我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以后不能再干出卖色相的事 好 但是你说你也真厉害 连海城的花姐都不认识 你也隐藏的真够深 如可能 是 你当时可是剩了我两万一万 这么不少才知道 我以后 不认识 我会骗你 也不认识 你弄得玩呀 我说真的 他不要把房子退了 然后搬去跟重包一起住好 你 打算在那场地 我很喜欢那里 我觉得那里很适合创作 我的自媒体粉丝也长了很多 在那里我很典型 那你不准备去好远吗 过两天我准备试试 给别人打工一直都是打工 你想自己当老板 那我给你拍照 你不认识 我看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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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瘋了也就算了 你凭什么把大一轮的大姐介绍给她 对吧阿姨 这种事还是要问女儿就行 这又是勾搭上别的男人了呀 你这啥天哪的贱女呢 你这种女人在我们村 就该被八毛衣服给绑在树上 遭受全村上的唾弃 我猜您家都不是好东西 你们姐妹俩都是个狐狸鸡 带去除外村 买一个好东西 这个亲人 你敢打我 你们 你骂逗了吗 你想知道真相是吗 你儿子他背叛了我 勾领了我姐 抢走了我的房子 你还有脸来找我心事问错 是你们比较不要脸吧 哎呦原来太儿子是个软饭蛮呀 还这么嚣张 白天灵 白天灵啦 儿子呀你妈被人欺负了你快来呀 妈 儿子爸爸欺负我 爸爸欺负我 你还用力过来 妈 别叫我妈 你说你也都活这么大岁数了 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你妹妹 快死人家都说 没爸没妈的小孩长大 要是没有基础教育 苏范范 我警告你别乱打呀 半斤 你几次三番的好 这次清楚就这样一起算 蔓蔓 蔓蔓 算了 看在我的面子上 如果他真的是传说中的带文 我还是扶你明目张单热的好 妈 你不是说家里们想要出去转转吗 走我带你转去 苏范范 别让我再见到你 这句话应该我跟你说吧 苏范 对不起 刚才的事 你还在怪姐姐吗 我不怪你 但是当你选这条路的时候 明明就再也回不去了 对不起 妈妈 真的对不起 我们走吧 走吧 妈妈 你怎么来了 快点 妈终于找到你了 妈 这谁啊妈妈 这次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我未来的婆婆 你未来的婆婆 你身边这个男人就是你未婚夫 他是我的未婚夫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元元 你的未婚夫不是华语的总裁 陈胜峰吗 陈胜峰 他一个养子配吗 看来是万和对他太人 元元 你肯定是搞错了 他是和戴伦顾长的人像 但他不是戴伦 他是我的老公 顾怀景 顾怀景是你的老公 苏漫漫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 你却在这里抢我的未婚夫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干什么 你抢了我 我总算了 你竟敢跟她结婚 你说 你把她藏在这 到底有什么目的 如果你真是我妈 请你对我老婆尊重点 什么叫 如果我是你妈 怀景 你怎么不认妈了 你失踪的时候 我有多难过 你 我不记得 他失忆 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 谁这么大胆 敢惹你生气 万和 怀景真的被那个狐狸精给勾走了 现在都不肯跟我回家 你见到他了 有人跟我说看见了怀景了 我就带着端木云去找他 可是 他死活都不肯跟我回来 这么个气死了 别生气 会不会是因为别的原因 那女人说 他失忆了 如果真是这么大的事 他不是应该跟我回来才对吗 啊 别急 让我想想办法 那这次 你一定帮我把他给弄回来 干爹 顾怀景虽然失忆了 但是苏曼曼一直守着他身边 咱不好下手啊 想办法把他丢走 然后 你趁机动手 喂 苏曼曼 你不是想解约吗 可以 这倒是可以啊 你快点过去 哎 我看你这资料上面写了 是个姐姐对吧 这样 我姐姐在那公司 我还有一点 跟我打开 咱们这事啊 就算是聊了 我的确是有个姐姐 我 你这样的朋友 她是不让我出来的 你这样怎么办呢 咱们这事啊 你没法办 我去找他 哎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把新的外人去接你们家 曼曼 哎 你们老色皮 你想干什么 曼曼 对不起 上次的事是误会 不夺证下次不会发生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姐姐年轻的时候 也当过模特 我认识她 我挺年轻的时候 难道她和我姐之间 有过什么不为人知的感情就会 还是她也对我姐干过那种事 姐 原来你真的在这 这房子你根本就没有卖吗 曼曼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 你怎么在这 你给我跑出去 你怎么在这 滚 你给我跑出去 我们这儿不怀疑你 滚呢 姐 你后续我认识 乖 你跟我回 你别想烂着我们这儿 我说了 我们这儿不怀疑你 你别想承认我和我妹 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和曲总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难道不用猜对 她和我姐有过 滚滚 我是爸爸 爸爸 姐 你不是跟我说爸爸早就死了吗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爸爸 我妈还滚滚的时候 你出轨勾打上富家女 恒心的抛弃气女 是你 害得我妈 惨后一语 生下妈妈没多久后 就走了 可那个时候 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要一个人辛苦的把妈妈拉扯到大 这些年 我和妈妈相依为命 无依无靠 我妈说起了多少委屈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账 你滚 你让我滚 什么 你误会爸爸 爸爸 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苦衷 你能有什么苦衷 那个女人 心没手了 他看上我 我担心 如果 我还和你们俩联系 他会 对你和你妈不利 所以 爸爸只能先答应和他在一起 但是爸爸真的 从来没有想过 不要你们姐妹俩 请你们相信爸爸 还想不到多久 爸爸就要以光明正大地和你们相认了 把你们接过去 过好日子 我没有爸爸 我只有妈妈和姐姐 像你这种抛妻妻女的人渣 根本不配当爸爸 你出去 出去 你过来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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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你跟女儿荣荣的对象 我叫梵天富 伯父 其实荣荣还是念念您的 他只是 跟他相认 一只刚玩接受不了 如果我回去好好再劝劝他 伯父 要是 你以后有什么缺乏的地方 你尽管他 我肯定尽心精力把它办好 他真有件事 需要你去做 什么事 你说你尽管真是 伯父 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说 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就行 好 你不需要亲自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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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慢慢 怎么了 怎么哭了呀 别哭了 你说呀 怎么呢 你父亲还活着 你 你在哪儿 我现在去找你 小子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没想到你还挺值钱的 反正都是要绑走 走 走 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 小子 这 你 出车 撤 滑井哥怎么样 住后车 进后车 喂 他做什么事 阿鲜 怀 怀 怀疾呢 妈妈姐 你晚了一步救护车 刚把怀疑刚送进医院了 你快去实验去看看他吧 医生 他怎么样 病人大出血 急需要出血 但他的熊猫血血腹里的熊猫血数量不够了 我 我是熊猫血 你冲我的 只要能够救他冲多少都可以 走 医生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 解冤了 怎么可能 他好的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 他说没就没了 是不是弄错了 是不是弄错了 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可能弄错 妈妈 我爱你 你你怎么 你没死 我还因为你 好了别哭了 我傻瓜连老公都能认错呀 在别人病房 哭得像个花貌一样 你还笑我 我还不是担心你 他抽了好几滑血是不是 嗯 嗯 哎呀 身体要不要紧啊 连老公都不要紧 好 好 当然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全部都不会是为止 全部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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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我 我 今天 今天 你说你爸还活着 是不是不正 我 我爸爸他没有死 他只是抛下了我跟我妈妈 他现在很有钱 所以又想把我们找回来 他以为他有钱就了不起 好 你不想认 咱们就不认 好吗 对哦 我今天要接受 你今天被好几个男人 没了 我不是就那件事 是饭天赋 带了几个人找我麻烦 他天赋这个人渣 上次就放过他没有报警 这次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慢慢 姐 你来的正好 慢慢 快他 给我转了一百万 说是要比朝我妈 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原谅 我 我觉得爸他挺有诚意的 放手之前的事情 还是有苦衷的 慢慢 你 能不能原谅他 我不能原谅他 他对妈妈做出了那样的事情 现在 想用钱就能原谅 是 我是比任何人都理解你 我也恨他 要是我的情妇 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有 养孩子需要很多钱 他现在那么有钱 快点 这些人亏下我们那么多 他就该补偿我们 怎么能够钱过不去呢 他就是个人渣浑蛋 他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他还叫人殴打怀劲 我一定不会放他 我一定不会放他 怎么会这样啊 你看 这都是他打的 慢慢 这鞋柱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他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就是自家人 闹得紧不去 给他买 别去逛 别去逛 你这个时候还为他说话 你真是被他洗脑了 可他是孩子的爸爸 我还是不能没有爸爸 奶奶 你知道你还在记得他 突然跟我战胜 可是感情的事情 怎么能勉强呢 你又弄得大家柔情很可爱吗 不是 别管不了 或是 如果是再给坏钱 你会报警 曼曼 曼曼 我没事回去我们去报警 算了 你姐都怀孕 别报 他一二再四二三的招你麻烦 不会再让他对手吧 华语 为了你的安全 要不你先回家吧 你要赶我走 我 不是 你妈妈看起来像个友情 你待在他身边 就比较安全 那 我走了 我跟华语之间 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这一个月我得听他们的安排 一个月之后我就自由了 我会想起来 苏曼曼 这套珠宝价值不菲 待会拍摄时 你可以一定要小心 这项链可是绝版定制款 全球仅限两条 如果出了任何插错 就算把我们都卖了也赔不起 明白吗 好的安娜姐 不会小心 小铃链 你怎么回事你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让我怎么跟区牌翻交代啊 这条项链全球就两条 制作工程 体货已经失穿 很难复合 你把项链弄成这样 你们打算怎么办 可以 修复 修复 你开什么火急玩笑 你就是负责这次珠宝拍摄的模特 我阿宇是本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签约做模特 如果要赔偿的话 需要多少钱 另一条同款项链是三千万 三千万 根据合同 你们必须给我们做出赔偿 要是赔不了 你就等着付法律子 三千万 我就是再活几个辈子也错不上了 大姐 苏妹妹的赔偿 该怎么注意啊 你还让她来我办公室一趟 是 孟范姐 坐 眼眸被砸了 上医院看了没有 徐总 项链的事情是个意外 妈妈 只要你给我开这个口 我会替你解决这笔赔偿的 项链不会是你故意弄的的 不然那个人为什么会无端的杂到我 荒唐 好啊你个徐万和 在这儿逞难呢 我说是哪个小狐狸精在这儿勾引人 原来是你表现 没想到你还挺有手段 你扔了我儿子还来这儿勾引我老公 你脸皮肯真够厚 不听了 你说什么呢 我才说他两句你就记忆 你闹够了没有 可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妈 你糊弄鬼了 他这么年纪 因为这个女儿不是这个年纪 她是我的小女儿 当年我离开她们母女的时候 还怀着一个孩子 所以 当初就是为了帮上她 才做出这种抛弃弃女的行为 是吗 妈妈 我 我没有你这样的方法 妈妈 小女们这种 真是天早地生 早晚会早报应 妈妈 怎么会这样 她是怀疑的吗 那我和她不就像 同步一步的兄妹 我们现在还撤了 我该怎么那对 慢慢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路总 是你啊 谢谢你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想回家 我送你回去吧 但是马上就走 我送你过去吧 谢谢你 我这 怎么让你都到了 慢慢 你来找我老婆干什么 我送她回来 肩膀怎么受伤了 发生什么了 我没事 你别跑了 总成这样怎么会没事啊 是不是你对我老婆做了什么 这个博物可不悲啊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就这样 你得去 哎我有车 你去哪 不需要 给我离她远 你得听见了吗 别闹 我把你跟人算 妈妈 不会 我不想再见了 听见了吗 妈妈 妈妈 哥哥你是不是欺负了妈妈姐姐 没有 纯宝 你妈妈姐姐现在受伤了 但她不想去医院 你有没有办法 能让她出来呀 如果她不去医院的话 伤口会更严重的 我有办法 姐姐 我的肚子好疼呀 救救我 姐姐 你的肚子要是真这么疼 我就带你去医院扎一扎 姐姐 我的肚子好像没有那么疼啊 哥哥 妈妈 我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跟你共同面对 那你必须跟我去趟医院好吗 你跟我进来 我有话跟你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妈妈 我们不是说过吗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一起面对 不是吗 我 我们离婚吧 离婚之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就回家去吧 妈妈 说什么呢好端端的 我 是不是做错了是吗 你说出来我一定会改的 我 你没有做错 你没有做错 我不爱你 你就是个一圈二白的无言公平 我想要的东西你都给不了我 你什么都没有 你一定有事怎么爱的 我不会走的 不能融合我的回忆 你怎么可能 妈妈 你最好逼我吗 我们 我不一无的兄妹 你是我哥 你让我叫我妹妹 我们怎么可能 兄妹啊 娜娜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装弄我 我爸爸当初为了当故事的女婿 本心抛弃了我和我妈 娜娜 你听我说 这不可能 一定是我骗你的妈妈 你不要相信 我求你了 你走 你离我越远越好 你走 你走 妈妈 妈妈 你不要和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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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开门 妈妈 每个人都拖了无功 为何传人这也像捆颂 越相贵 越浪费 致命的伤 别为难你自己 你 啊 呃 尤彧 尤彧 嗯 我你 你是我爸 苏曼曼是你的亲生女儿 没错 苏曼曼是我和我前妻的孩子 所以我和曼曼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怀景 怀景 你终于回来了 你可担心死外婆了 没事吧 这人没事就好 万和 既然怀景回来了 你这个代理总裁 也该退了吧 妈 怀景虽然回来了 但是大脑还没有完全恢复记忆 恐怕管理不好公司吧 以怀景的能力 他就是没有恢复记忆 也不会影响他管理公司 我这是通知你 没用询问你的意思 从明天开始 怀景 重新接管公司的事务 好 那就听妈的 徐总裁 上面说 这条项链全球只有两条 你去查一下 哪里还有 顾总 另一条项链在去年的拍卖会上 被端木集团的董事长夫人高加拍下 端木集团 对 就是您的未婚妻端木小姐家 端木 喜欢吃什么 警官姐 我没有什么胃口 陆总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你那个三千万的项链 你都像这么处理 如果我说 我能替你解决什么 陆总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公司的签业模特 项链的事情 我会替你摆你 而且不需要你花一分钱 三千万 不是一笔小数 陆总是不是有什么隐形条件 怀姐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家餐厅的餐点 你喜欢就好 来看看吃点什么 怀姐 一会我们吃完饭一起去看场电影吧 那个 端木小姐 听说去年你母亲以三千万的价格买了一条项链是吧 没错 怎么了 怀姐你什么时候对那条项链这么感兴趣 那条项链现在在不在家 不知道 伯母愿不愿意面给我呀 我愿意出两倍的家 哦 我先去趟卫生间 陆总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 哎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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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慢慢 放开我 你干什么 在和陆明哥约会吗 我合身约会是我的自由 你不是也在和端木约会吗 我这没关系 我只是找他美那条项链而已 你 知道我项链的事 你和陆明哥在干什么呀 我找他帮忙 你找他帮忙为什么不找我 为什么不肯跟我说 我是华语的总裁 那条项链你不必担心我会替你解决的 你也不要再和他有什么来忘了好吗 苏漫漫 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为什么总要麻烦怀景 你明知道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漫漫 你站起来你听我解释 漫漫 漫漫 乖子 你给我听清楚 以后我们乔归去入归 这件事就是陌生 我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解决 不需要我 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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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你听我说好不好 漫漫 漫漫 怎么在偷看透 不是的结果 他怎么还都听到了呀 你找他帮忙 为什么为什么找我 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说 这瓶酒 你去 把这瓶酒 滴给你 这瓶酒 我还准就在房间里 一会进去之后 知道怎么做 你放心 事成之后 我肯定把一房称业界顶级迷摸 哎你这人怎么走路的 怎么 哦 妈妈 你为什么不会在这 等待最后一夜 最后一遍 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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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疾 真的是 我只是在碰我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懷疾又怎么会出现在这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老总说请看好你 如果你愿意按照我们给你制定的发展计划 签约的话 我们老总可以考虑减少这赔偿 制定了什么签约计划 先喝了这杯 再洗 一定是昨天的酒有问题 那就是那个负责人想帮我明明送给那个王总 但是 怎么会变成固怀期 这样 好不好 我知道 我就说 我就是 要不健康 我 我下一个 冬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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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他的天约模特 请问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顾总对你进行潜规则 对你开小门 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潜规则 是不是顾总对你进行潜规则 对你开小门 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潜规则 那记者 请你们睁大眼睛看好 这是我老 我们是正儿八经合法 是吧 现在合法夫妻 就是说在飘游房都想抢这些 各位姐姐你对你们疯了吗 什么什么 怎么各位想参观 我和我老婆的夫妻是吗 我没错你搞错了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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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消息 说华语总裁且归则女模特 看我脸都没洗就感觉到早过来 结果看人家夫妻凶了一脸 这都叫什么事啊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华语的顾总竟然早就名草有主 竟然还跟自己公司的女模特 传在一起 这事不八卦劲报了吧 老婆 昨晚把我睡了 想跑 郭华语 大早上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昨晚那是你的 你要不要 我给你注意一下 郭华语你正经一点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郭华语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管 也不想做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你别再赶走我了 我们和好吧好不好 顾华语 我们两个的身份注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 而且你也有过婚姻 你应该和端木云在一起 而不是我 可我现在心里只有你 不可能再有其他女人了 慢慢 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好不好 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生活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是兄妹啊 就算我们在一起 那以后有了孩子 那孩子也一定有问题 我没什么呀 我 你 你在在哪呢 我还不是有话要听你说 你快过来 好 我马上回去 发生什么事 我外婆身体不好 我现在得马上回去 待会让司机送你回家 相恋的事我已经替你解决了 你 别再去找陆明哥了好不好 我 你来啦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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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除 啊 外界啊 你要小心你的祭福 什么 而不你的意思是 希望和不是你亲生父亲 你的叔父 在你刚出手 你各自我 后来你妈妈 认识了希望和 你都和她在一起 不喜欢和我反对 可我就你妈妈这一个女儿 所以 我的血缸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是的 一只小动作 其中小大人和顾家产业 我早就看出 我又心疼你妈妈 所以我只能争一只眼 对一只眼 我心疼你妈妈被感情冲回了头 你可见过清醒了 你 你可是顾家的独了啊 外国 你可别说 首先联系 一定会守住顾家产业 无意让他得成 还会见 借我 顾住顾家的产产 照顾 你 妈妈 回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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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赶紧告诉她 我们不是警 顾总出事了 董事会的那几个楼股斗 全都嚷嚷着来抛售股票 怎么回事 好像是许总从中作梗 许万和这么回事 慢慢 快点哥哥 你在哪呀 崇宝 怎么了 出什么事的 慢慢姐姐好像生病了 快点哥哥 你快点带她去医院吧 好我马上就过去 正好跟妈妈说清楚 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同乎异母的兄 兄 兄妈妈妈 看来我还好 你说合约合约牧师还算数吗 这是做什么 不认识 古静啊 你知道 是27年 怎样 有多偏袖 有多煎熬 你说什么啊 你不是说 我是你最爱的女人吗 这20多年的夫妻感情都是假的吗 难道 我们之间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感情 小子 你要不是我家的独生女人 看来都不会多看你一人 你知不知道 你在你面前装了20多年的好男人 多么痛 终于老天永远 让我熬死了你吧 等待了进去这个机会 我这个我们的 你以为你抱着我就能怎么样吗 我怀疾 我可能让你夺葬我们股家财产的 你信不想得逞 我怀疾 就凭他那点能来 没听不懂的东西 他现在是没夺葬 我想自清难保了 嗯 你不想吃两条吗 怎么样 哈哈哈哈 冲宝 你在和谁打电话呀 姐姐我在和怀君哥哥打电话 说好的马上要过来 现在打不通电话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冲宝 你刚刚给怀君哥打电话的时候 他接了吗 他说马上就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 喂 怀疾 喂 苏小姐 我是徐弟 请问顾总他现在是不是在你那儿 许柏主 我还记得他不在我这里 出什么事了吗 糟了 顾总的电话从来都不会突然关机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特殊的时候 特殊的时候 公司出什么事情了吗 徐总病时候没多久 徐总就煽动那几个老总要脱离华语单干 华语即将面临被剥离的风险 徐总 是顾怀景的父亲徐弯和吗 对 他们不是父子吗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这种时期顾总突然失联 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有个人或许知道他在那儿 我现在就去找他 冲宝 姐姐要出去一趟去找怀景哥哥 你一个人各位的家 姐姐我好像知道哥哥在哪里 你知道他在哪 你知道他在哪 嗯 你说怀景哥哥他在这个位置 嗯 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你们不在的时候 我在你们手机里装了一个软件 冲宝 你懂这个吗 冲宝我们哥哥在家 姐姐去找哥哥了 我会计 还你快点你就将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消失 学会 你觉得你杀了吗 你能逃就 是吗 你以为我真的要杀了吗 还你呢 你可是我那儿子 我怎么会对你痛假杀手 是你自己脑子受了重创 再加上 我一玩很开的刺激 一时间想不开才要跳龙的 不是吗 嗯 你知道这些好人 谁能是 就算你 你家弱大的家产 也能不到你一个万人来滚 哈哈哈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自欺欺人 有意义吗 嗯 爸 干什么 你人家干什么 别胡闹 爸 发现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就算你要霸占顾家的产业 你也不至于封好他的命啊 奶奶 你在说什么天大的笑话 顾白晴不是我的手 他那个点灵的亲爸 总在我的顾家之前 什么 你是说怀晴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那我和他 也不是头鸿鸣的熊妹 你当然不是什么熊妹 爸 就算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那我和怀晴已经领证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 你也不能吓人啊 他好歹也是你的女婿 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说 我们下去谈啊 你还太年轻太单纯 所以啊 太容易被骗你 你以为他顾白晴是什么好东西 他从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一幕 他和你结婚 也是为了利用你来牵制我 所以 他一直都想法的防着我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爸爸他说的 是真的吗 我这是激情人鞋骗的 过去 你这一次烧死 这还敢利用我的女儿来威胁我 给我打 我把你弄了 妈妈 我求求你了 你都出外套路水度假 已经放了一次走 你不能再来一次走 妈 看 你妈的死 我也很痛心 你以后我不难过吗 可我没有办法 不仅那个女的心很熟 我怕她没伤害你没 所以只能选择 再故然隐忍下去 20多年 你知道人生有几个20年 我从来都没有人比你 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本来变成有钱人 才做这丧心悲光的事 你从事始终 就是一个自私老狗 要我心的人 妹妹 我是你爸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呢 爸爸 爸爸 我求求你 帮我怀季 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这一步 只有顾怀季 从这个世界上车里消失 我才能成为顾家唯一的招卷人 以后 就幻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到我们妇女的生活了 弄她干什么 可以动手了 不要 爸爸 我顾怀季是真心相爱的 我不用谁让回来在我面前伤害的 你我不要追他走 他就想帮我追下去吧 难道你还要跟爸爸做对吗 妈妈快走 给我追 啊 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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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回去 行慢 慢 去万和的欠生 所以算是你日过而略 我说我姐 别吓我你别吓你 你别吓人啊 是 儿子为了你们姐妹俩接过的生活 你怎么吓事啊 我没有 妈妈我没有你今天我放进屁股 我妈妈 我妈 我妈妈 想给我给我 你 我妈妈 姐 你 给我 是他自己从楼上失足摔下来了 我们公布自己就让他死了 也怪不得 慢慢 其他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今天的局面 不是他死就是我王 难道你想看着爸爸我 这二十多年的心血功亏一篑吗 怀景 怀景 我很好 我求求你放过怀景 我求求你 只要你答应我 我把顾家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你的名下 我求求你 我个人什么都不要 看在我们父亲二十多年的紧分上 我就这么赢儿子我家给放过去 不赢 不赢 我也太看得起你自己 我家的这二十多年来 你妈给了我多少脸色 还有你 你只要有一点符合你心意 你就会骂我笨眼了 是你的 我求你的 不是这样的 万和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就是太在乎你 太爱你了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万和 你有多恨我都可以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求你放过他 说起来 有件事情 也好像还不知道 难道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 这些年来 你曾未怀悟我的孩子吗 因为 每次事后 我都会让你 神不知悔不觉地 吃下病人药 每次跟你醉 都得很恶心 所以 我决定会让你 来说我的嘴 你根本就不配 你记住 今天顾家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你亲手动手的 歪无头脱 救我 死了吗你 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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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承诺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这样 许万和的女儿孙玛 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又怎么会在医院 欧洲顾家的船船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这样 顾总 他是不好了 公司的股东 包括几个老董事 全部都倒上了许总 这和华语的股权 几乎都落到了许总手上 很简单就商量着 替换掉您的位置 我妈呢 他怎么样 孙玛 我认他 我看他昨天才掉下来 到场什么 姐 我知道了 我带着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我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你给我滚出去 我还请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苏曼曼 平时你都喊我妈妈的 收起你那副住住客人的样子 我告诉你 我接见你就是为了利用你 我和你领证结婚 也是为了利益 我滚帮他一块 一旦你父亲做了出格的事 你也不会好过 从一开始接近接近就是有目的呢 他和你结婚 也是为了利用你来牵扯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一直以来那么多人告诉我 可是我却只相信你 只有我 是个车头周围的傻子 你不是 郭婧姐 你这是怎么了 你跟他不过是逢手作戏 为什么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你今天人不看路的吗 孙曼曼 对我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爸爸害死了怀景的外婆还有妈妈 你现在又要来害他吗 怎么会害他 那你以后也别出现在这里 反正怀景也不愿意再见到你 什么都让你回 什么 你来干什么 你忘了 我是你的未婚妻 伯母还想让我好好照顾你来着 我妈 她很喜欢你吗 伯母带我像女儿一样 她还想让我们早点结婚来着 结婚 怎么会和那种女人结婚 我知道那些都是假的 刚刚我来的路上看到了苏曼曼 我看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你们是聊什么 没什么跟她好聊 怎么了 你头疼吗 脑子有些晕晕的 总觉得忘了点事情 少了点什么 我隐约的记得我之前出了一场车祸 但车祸之后的事 我都不记得了 难道怀景自己起的车祸前 不是 但又忘了好苏曼曼起的日子 怀景 你之前的确出乎一次车祸 那次车祸之后 你的大脑受到撞击 出现了失忆的症状 那一段时间 一直都是我陪着你 招呼你 你还没有康复 不能想找 从此出事 我必须要回去 不然 我们故事集团就要被 许万和那个小人争 我当意过外国 一定要受处不加 我一样的责承 我先来 你别忘了 还有我呢 你先跟苏曼曼赶紧离婚 我们领证后 你就可以凭借我们端无家的实力 搬到你那个肌肤 还有那个陈生 漫漫姐姐你回来了 漫漫姐姐你不是说要带哥哥回来的吗 漫漫姐姐你怎么流眼泪了呀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呀 从往没有说错话 只是怀劲哥哥 来回来了 漫漫姐姐你有一个快递 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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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喝了点净糖 快喝了 谢谢 谢什么呀 发生什么事了 说成这样 他把我给忘了 那你也把他忘了 多看看眼前的人 你要去哪 我让出去走 你现在修了成这样了 你还要好躺吧 谢谢 我妈 来 慢慢你要去哪呀 顾怀姐你怎么了 我寄过来的离婚结许说 你应该收到的 这好菜 那好 从今以后 我们各不相当 我不当 慢慢 我喜欢你 既然你现在就会自单身了 我可以给我个机会 帮我相处试试 为什么觉得心里好 没关系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 我不会强迫别人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给你等 傅妈妈 我刚离婚 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多了 在医院呢我口口声声一说身险都是床的 你把她的够话 不关键 你凭什么跟你说他 我跟他再怎么说也是前夫妻关系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 我愿意和你相处 跟人试试看 真的愿意做我女朋友 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而你 什么都不是 我请你说话客气的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走吧 别处在我家门口当光前 刚才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难道是在失踪 可我和苏曼曼认识才几天 怎么会那么在你呢 哎小姑姑你的又来采风了 这些人怎么好像都认识过 可我却一点印象不平 哎怀仙哥慢慢解呢 你不总是跟他后面做他的跟屁虫吗 你没认错什么呢吧 我怎么可能跟在他后面 怀仙哥老话说的好 大丈夫敢作敢当 做漫漫解个屁虫又不丢人 有什么好不成人的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怀仙哥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之前你被翻天风那边 差脸绑架 还是我和阿多吉是赶到救了你呢 结果你就是这样 就愿意你的救命恩人的 怎么还跟我们呛上呢 你能救过我 今天啊 什么病做什么药的 没人来到 之前你差点被翻天风那边人绑架 可是我和阿多吉是赶到救了你了 顾总 许德主 不久前我差点被翻天风赶架了 顾总的确有这回事 翻天风是苏曼曼的前男人 我跟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用交费 他敢这么做应该是受到了我继父和程胜峰的指使 你去报警把他抓起来 我要从他这个突破口找到有利的证据 好 好 马上 我亲手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 午饭我们就在这里一起吃 花姐 你又头疼了 我帮你揉揉 伍玥曼曼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警察 把天目给单捉了 一定是顾怀金报的警 你去找他球就行 让他扯到最欠乎的情况 他都不能有事 我的孩子 都不能一出事就没有办法 姐 你现在球也没有用 我还记得不认识 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不回家了 他不会这样 顾外姐 别高兴太早 不到最后 怒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别想着许万何能捞你 我马上送他去和你多元 你 慢慢 我们竟然联合 我端木家的事来对他 这么多年 一攒的心血全没了 公司的股权也没了 我舍头上 所有顾家的产业都没了 发生了什么 警察应该很快 就会过来帮我带走 乱乱 你如果还认我这个爸爸的话 就去找顾外姐给我求情 与他对你的感情啊 如果你开路的话 他一定会心软 你别再想利用我了 太死了他妈妈 他外婆 他现在和我都来不及 哪里还有什么感情 天哪会找海来的 你去自首 相信他们会重新处理的 来吧 爸爸真的是走出无路了 这位后外姐 他真的会放过我吧 我要是被抓 这辈子 又再也没想出来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 我在顾家天台上 你去天台做什么呀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 不过来 妈妈 你来了 你过来 爸爸有话对你说 怎么 你难道以为 爸爸会伤害自己亲生女儿吗 你跟我去自首吧 你向他们认错 还可以重新处理 自首 我就算是死 也绝不可能会逃 顾白警把我逼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放我的 他最爱的女人是你 你要是死吧 他这位子 肯定都会活在阴影当中 你这样什么 怪女儿 王权路上 你我妇女也算是有个伴 千万不要坏爸爸 妈妈 妈妈 为什么我对她的感觉 是谁就没有事 我又没有爸爸 我爸 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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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界 顾总 我已经把模特市场的所有资料 全部发送给您了 还包括了一些比较有名的自媒体号 也全部发送给您了 好 我看一下 这都是我 顾总 这视频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会颜值的项目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好 漫漫手续办好了 我已经和华尔解约了 宋漫漫 沈先生 你有事吗 你有空吗 我想找你单独聊聊 漫漫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况且她现在已经和华尔解约了 她现在很忙没朋友 我问的是你 她说的没错 我很忙 没有空 苏妈 我们之前是不是发生过很多事情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苏先生 我们从前只有利用你背里有怪 你妈妈和外婆死 我爸爸也死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还请你一步不要来打扰我 慢慢 你现在已经是业内吃手可热的一线长篷了 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强度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 我会找人帮你推掉几个活动 我能有今天全是你的功劳 我哪感兴趣 当然要趁着这个镜头 让你真的怕你 是我女朋友 不是我们长工 这是没有 我住你钱 老黄你几辈子 又承拒体 谢谢你 华姐 现在公司也基本上稳定了 我们什么时候订婚呀 我爸妈都在催了 你怎么还在看他的杂志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苏漫漫 我虽然守住了股价产业 但华宇现在在模特市场的估值持续低 相比之下 凤哥友的苏漫漫 已经把我们拉开了 照这样下去 华宇迟早被模特市场投费 哪有那么夸张 不也就是长得好看了点 比他漂亮身材好的模特 一抓一大把 漂亮的模特确实有很多 漂亮的模特确实有很多 但像苏漫漫这样 在自媒体上有着极强粉丝女性的模特 确实很神奇 总是会也建议我把他挖回来 什么 你要把他挖回来 不行 我这样就不同意 收了钱 你们就要把这事情办得漂亮 我要苏漫漫 生败名利 放心吧 否则 人间同心吗 让都 苏小姐 苏小姐你之前也是华宇的签约模特 在知道华宇总裁有未婚妻的情况下 竟然还勾引他做他的情妇 逼他结婚 这件事情倒是真的吗 苏小姐 你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 难道是因为帮上金主 会做了谁的情绪吗 苏小姐 我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人的情人 也没有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获得任何资资 如果你们再诽谤我 将会有法律使用 维护我自己 这个是 各位媒体记者 我就是顾怀景的未婚妻端木云 今天我就要实名举证一下 她苏曼曼就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 苏曼曼的爸爸徐万和 就是一个禽兽不足的人渣 设计害死了无闻夫妇的妈妈 还有外婆 不仅如此 苏曼曼还联手起了她爸爸 想要通过勾引我温夫妇的方式 来往华宇吃干磨叽 苏小姐 当我小姐刚才对您的一切指控都是真的吗 你不仅真的是杀人犯吗 那你岂不是杀人犯的女儿 你作为杀人犯的女儿 竟然还敢出来泼头露面 孤怀姐 你们都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你们都弄错了 真相就是 是我先看上的苏玛 并且主动追求他 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阴谋和算计 顾怀姐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替他说话 我只是产落事实而已 当初我抱有私心去接触随便 是想利用他制衡的父亲 没想到后面被他逐渐吸引 要是要是算计 也是我算计他干嘛 他并没有算计 怀姐你 怀姐 你是不是想起来的 我并没有想起我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只是不想对 我怎么感觉之前的顾怀姐回来了 这时候是个感觉 大家都算了 顾先生要不您再说 要不走吗 不管怎么说 谢谢 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 没必要感情 我好像又变了 万万 你没事吧 我听说你没一群气就等于住了 就这个感觉不良 那好像 还是来玩 我没事 刚刚 我会不会过相当初 记者都走了 你才设计美职 顾敏哥 你就是这么做男朋友 顾怀姐 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学校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未婚妻吧 顾怀姐 我知道你眼红漫漫 让我们凤哥 是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 你也没必要 什么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来抵护 真是小刀划了屁股 让我开了眼 端木鱼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曾经是最好的闺蜜 可是你却在背地里抢我的未婚妇 做出这种背部伤人的事 你还觉得有点吗 怀姐 我 我只是想帮你出这一口恶气 别再结婚了 不要再发生第二次 别再会 顾怀姐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口口善善都是她 是不是根本没有忘记她 你别忘了 我们俩可是很快就要结婚了 你倒是提醒我了 婚约直接取消吧 我不喜欢你这种生机生的面 顾怀姐 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敢取消订婚 我就让端木家撤销所有对你的投资 我最讨厌别人的威胁 就算没有你们端木家的投资 我顾怀姐照样可以解决华语的资金问题 顾怀姐 你别后悔 顾怀姐 端木云本来就是你的未婚妻 你何必要闹成这样 这可不像是你的作法 我的作法 你都说说看 我的什么作法 为了守住顾家的产业 你可以不惜牺牲自己来接近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资本走投资 却又把财神爷一把推开 我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你在想学生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在意的是什么 顾总 您特意帮助苏小姐 就相当于帮助了我们的对价公司 这对我们华语来说很不利 再加上您长期缺席公司的会议 这让公司的董事都很为难 恐怕 放心吧 我已经想到了办法 让华语重新发发生息 顾总 您是打算 最近自媒体发展活着 苏曼曼也是靠着这条路 吸引了大批粉丝 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媒体 提拔几个条件优越的新人吧 这个罗总 是行业内知名的制片人 我打算约他出来见面 谈谈合作的事情 顾总 这个罗总他 听说他业界的口碑非常差 并且经常借着谈事情的缘由 潜规则你 先约出来见面看看吧 老总 我们华语签约的模特都是千雕万选的美女 而且都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让他们参演你的作品 一定能实心说 你把你们公司的模特 说的跟花似的样 到现在我来的影子都没看到 你好歹把他们带出来给我看看 让我亲自感受感受这些美女的特色 又不然 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用 我们公司的模特都很干净 从来不是这样 看来顾总今天没带多大的成绩 既然这样 那我就选择凤哥 听说凤哥那边新签约一个模特 叫什么新曼曼 好像他之前是你的旧情人 既然是顾总的旧情人 那模样身材肯定是一等一的 就是不知道 这滋味怎么样 请你算什么东西 敢打他的主意 姓顾的 你他妈是不是有 这个牛排的味道不错 快尝尝 什么 怎么了 这假的牛排太难吃了 成本那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重新点一份 我只想吃怀景哥哥做的蛋炒饭 排骨和三菜 重宝 怀景哥哥他回家了 才有自己的事情 不会再回来 但是我只想吃怀景哥哥 曼曼 如果重宝想吃的话 我会叫人点单送来一份 不用了 我回去炒份饭给他就好了 曼曼 我觉得 忘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我知道你喜欢重宝 你又没跟我一起走下去 我一定会对你跟重宝 谢谢你路总 说实话 以前我真的挺想再给我钱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发现只有靠自己才最踏实 最靠我 谢谢你的喜欢 但是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让你们公司的当红名模 让我搜曼曼小姐来陪我一碗 我马上签订看你们的很久生意 相信有了我的家 凤哥可以直接碾牙花 彻底叫他计划 用搜小姐的一碗 换整个花园的货品 这笔生意是不是很值啊 行 来路总干了这杯 有搜大美人在这陪我 我简直是酒不对人 人自罪了 这天色不早了 春宵一刻 只前进了 路总啊 你是不是 给兑现自己的怒言了 老总 还有更大的精神在你房间 你等着你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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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鸣哥 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靠着出卖苏曼曼 来赔这个色的包天的狗东西 郭怀奇 你要干什么 你是来砸场子的吗 郭怀奇 你来干什么 我要是不来 就你这脑子 被人卖了 还添人数钱的 什么 路鸣哥 我没想到你为了拿下合同 能这么不择手段 竟然敢答应让苏曼曼 陪着狗东西一番上 这就是你所谓的这些 狗看来都他妈嫌弃 顾华姐 你给我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什么时候说了这话 都到这时候了 装傻还有意义吗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恐怕苏曼曼已经被你送到 他的房间了吧 路总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答应了这个罗总 是 他是有提过这样的要求 可是我怎么可能让他伤害你呢 我只是打算将他灌晕了以后换人 可没想到半路上杀出来的他把他打晕了 搅黄了我们的合作 他为什么这么担心 难道他相亲从前吗 我觉得最近服装走秀的造型 点击率都不高 确实有点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可能是由于一些绯闻的影响 现在绯闻已经澄清了 点击了一个很快就会上去 我觉得不是那个原因 虽然现在有顶级的摄影师摄影棚 可是我怎么样都找不到当初的感觉 所以我想回冲爆家里去 你是想找回当初的灵感呢 还是忘不掉和他曾经的那些回忆啊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去找一下灵感 没有别的原因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我对那里很熟悉 而且我想一个人静一静照感觉 那好吧 你想回来了 就跟我說 我去见你 冲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做的吗 一栋 冲爆 dark 面疏 Zither Harp 그래서 난 보낼 수 없죠 그래도 나 우리 서로 눈물이 됐지만 시간을 건너서 우리 모든 그날 서로를 또 간고 하나의 꿈 같다고 시작 그대로 노력해요 关于近期 端木集团宣布从华语撤资 华语集团股东纷纷抗议 要求撤出华语 华语股值急剧下跌 即将面临破产崩盘的局面 华语现在的情况 竟然重当了 看来上次 他因为我打的那个罗总的事情 影响还重新 我不能做什么管 哎呦 这不是苏大美女吗 今天是什么风 有空来请我吃饭 罗总 是这样 上回 顾怀景担心我 不是打了您吗 我替他跟您道歉 这件事情 对于华语来说 在业界的影响太大了 我希望 您能帮忙澄清一下 哼 我说苏大美女啊 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啊 他那一脚气得 我疼了好几千 对了 你有什么资格 替他道歉 要道歉 也得让他亲自向我抢来 否则 这件事可没那么简单 那除了这件事 有没有别的 我还能做的事情 只要您能帮忙 给华语澄清 我都会答应您 这别的事情嘛 倒也不是没有 你看苏小姐 长得这么漂亮 身材又这么好 我呢 又是一个临香细域之人 还是之前的话 你陪我 我答应你所有 老婆 你 只要你答应陪我 我就答应和华语的合作 这婊子 你竟然敢吼我 你不是喜欢拍吗 老子让你拍个够 滚 滚 滚 宋满 谁允许你单独约见这个够东西的 啊 我也不是想帮你 宋满满我告诉你 就算华语真的破产 我也不需要你做这些东西来牺牲自己 听见了吗 你修我 对于我来说 比起华语是否破产 但你的生命还是更重要的 你华语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什么 啥 你说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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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别哭了 再哭就不上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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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满 你 真的考虑清楚了 嗯 非常清楚 嗯 从现在开始我又是你们华语的人了 我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要华语 华华神奇 不对 你说错了 我哪里说错了 你不是我们华语的人 我你为什么不是 因为 真漂亮 成也一样 我 你的 你 る 你 有 icles 我 你 因为你是我的人 我妈 你愿意嫁给你 我以为你 I keep my mind so Don't let me cry